掌聲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是破冰的第一個出來 會長恩寶瑩做得到這個很好 而且她不會說很容詳 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 接著就到會議主持人 她今天功不可沒 蕭友宜一出場 大家都見到她笑容滿面 是很親切的 而且我們這個環境 我覺得都挺先進 有這麼大的畫面 我覺得是很先進 大家坐得很舒服 房間多大 坐20個人 有沒有24人 座位可能有24個 在這個環境之下令大家很舒服 而且不是一個大堂 所以你做得很好 就是你本身站出來的風格 很多人有不同的風格 就是很可親可近 大家好像在一個很規模 很大規模的大堂 這樣的時間 譬如你用的語氣各方面 給人感覺 好像自己一家人 一個大家民 能夠帶到的氣氛 也做得非常出色的 如果說有什麼更進一步改善 其實剛才沒有說到 我們演講會是必定有的環節 就是有評論 我們不是要說別人的不是 我們經常都希望說的東西是正面的 可以經常 因為我們有一句英文 就是Evaluate to motivate 我嘗試翻譯 其實評論是為了鼓舞激勵 剛才我講的是 激勵或者推動對方 更加向前邁進的 最主要就是推動去激勵對方 再繼續向前邁進的 你們好多位 今天很特別的 這個即興演安環節 又是評論環節 我知道你們好多位嘉賓 根本就未曾加入演過 但為何可以 真的做得到 我可以感受到 你們的評論是即興 達到即興 又不會慈窮 很豐富的內容之外 評論得來真是鼓勵到 激勵到阿欣寶瑩 肯定你可以繼續向前進 你可不可以起床一訪 你要感受 你覺得是嗎 你能否感受到 是的 非常感受到 其實都很感動 即是大家是很 不認識 很油沖 很直接 去給我這個評論 我在這裏 真是滿載而鬼 很感激大家 是的 很大的收穫 你放了很多東西 縱使我們不是很專業 我很認同大家 大家都有出來說 我們大部分九成 都不是行內人 不是很專業 好了 我想 一點點提示 施言 不要用不是這個字眼 或者用回國際英國門 因為主要來自美國 英文那句 Evaluate to motivate 你就嘗試把這句掛在後面 評論就是為了激勵 是推動對方前進的 就會更加具體一點 是的 或者你可以 其實我看到你是很幽默的 是不是 你可以再發揮 再近上一層樓 發揮你那種幽默感 直至你就可以說 大家仔仔一同地方 又沒有這麼小 好像一家人一樣 我們的評論就是為了對方好 讓他前進 有一句 外國的名句說過 是好朋友的 如果你可以用你得事這句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壞話就在我面前說 好處說 在我背後 同殺我四周圍的人說 是的 可以嘗試說 我覺得你會讓我發揮更加好 就是我看到你的幽默感 好了 接下來就有誰我還未評論 對 我要評論就是今天 職慶主持廣來 廣來 廣來是另一種風格 他一站出來 哇 站得很不直 然後很有自信 很有力量 我們沒有可能 眼睛是離開他的 完全是可以控場 而且他也知道 我們好像又缺乏了掌聲 我們要不斷有掌聲 然後又提醒大家 我們缺乏了些甚麼 今天又多了些甚麼 缺乏了些甚麼 多了些甚麼 我覺得很有趣 給人的感覺 是不是很有趣 這個 作為一個叫做小型環節的主持人 你也是一個主持人 也是一個思義 你答到了思義 第一時間 跟觀眾打成一年 也在抓緊大家 處理這一點 我們也是要學習的 如果可以再貫徹多些 因為我都知道 你要兼顧 要介紹十位出場 還有你能夠做到成長接下 做得非常之好 但有時就會忘記了 或者我們自己 或者做主持人 有時忘記了再次帶動掌聲 不過我看到偶爾觀眾都會想起 對呀 那位出場或是那位 我們自動都會由心地帶你 但如果做得好些 就不用 那麼多位出場 有時有掌聲 有時沒有掌聲 那你也是一個大領者 可以一出來 除了你有成長接下 做得好之外 我們可以再挑一掌聲 這樣就無論是大會的思議 或者是小環節 下次我們也有機會做不到 可以多些去做這個 變成每一位都收到同樣的